然后这个这个我们叫做Y等于 这个叫做Y等于 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不对 一开始如果有五万块 一开始你就存了五万块 然后呢你每天可以赚两千块 就会变成是Y等于5加2X 对不对 它的开始的地方 眼睛看好这里 开始的地方在5 然后它赚钱的方式是每天可以赚两千 可以吗 好 然后如果是你往下画 往下画的话 如果是这边也是二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什么呢 Y等于从五万开始 可是它每天 对每天撩两万 那如果这一条要怎么写 哈啰 没钱没料 没钱没料 所以Y等于 了解意思吗 然后呢 如果 如果你赚钱的形态是这种样子 就是越赚越多 对不对 越赚越多 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把它画一下 就是 123456789 0 1的时候会对到1 对不对 2的时候会对到多少呢 1234 如果2的时候就对到4 3的时候对到456789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这个画出来图形 叫做什么呢 Y等于什么 看我这里 你耶 这个图形我们叫做什么 1的时候算出来等于1 2的时候算出来等于4 3的时候算出来等于9 所以外费等于多少 平方 对不对 22得4 33得9 1得1 如果你以后赚钱是这种赚法的话 就太好了 对 然后如果更夸张一点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赚的钱 是这个人赚的钱的两倍 人家他只能够赚这样 你可以赚更多这样 所以你的图形就会变这样 请问一下 这一个代表 红色的代表是 他赚的钱是他的两倍 对不对 因为他只能够赚这样 你可以赚他的两倍长 他只能够赚这样 你可以赚他的两倍长 所以这个叫做Y等于什么 他可以赚的钱的怎么样 2倍 可以吗 好 然后请问一下 如果你的图形是这样画呢 得料 得料 所以这个会怎么写 就要看这个图形怎么画 对不对 好 来 你们先画这个图 先画我一段 笔记本拿出来的电话 我要看你们认真画 对格子哦 动作快 哈啰 喂 新者 你怎么可以丢东西啊 这样有没有规矩哦 画图 画图 哈哈哈哈 好了 画Y 不是画我黑板的图 你要自己去画Y等于X的平方 要数格子 数格子画图 先则跟上哦 你不是照着黑板上画的图画哦 你要自己去数格子 先画出X 时间 再画出你赚的钱Y 然后他们的关系是 一天赚1万 两天赚4万 三天赚9万 懂吗 X代表时间 一格一格数啊 你要 我要看到你们对好格子 把图圈画 1的时候对到1 2的时候是平方 所以是4 2的时候会对到4 对不对 好 3的时候会对到9 数格子 1的时候对到1 你要确实数格子 按照你上面的格子去画图 按照你上面的格子去画图 我们要画赚的钱 你赚的钱是看你工作几天 第一天可以赚1万 第二天可以赚4万 第三天可以赚9万 所以1的时候 1的时候你的钱会累积的高度 只累积到1万 累积到1万 所以你会停在这里 2的时候 2的时候平方 所以2的时候你会累积到4 1 2 3 4 错了 你的钱 你的钱把它想成一张超片 一张超片叠起来 可以叠这么高 可以叠这么高 然后3的时候你可以跌多高呢 可以跌到这么高 然后左边那边顺便把它画出来 负1的时候也会得到1 因为负1乘负1也会等于1 对不对 负2乘负2也会等于4 负3乘负3也会等于9 所以你把这个图 然后如果你没有出去赚钱 那你就没有花到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好 所以一刚开始是0 一刚开始是0 所以图形会画起来像泡物线这样 来我要看到你每个人都画出这个图出来 画漂亮来直线连上去 从来你没有真的画格子 属格子从来 对 你不行你的可以 你也没有属格子哦 你要重画你没有属格子 你的可以 不是用 可不可以用直线连起来 等一下哦 其实你会这样画很自然 如果你这样画是什么意思呢 你用直线连起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这段时间你的薪水有在加薪吗 没有在加薪哦 固定的哦 就像我昨天画他的图 每个月上升1000块 对不对 所以你画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你根本不会 对你是固定的 你的薪水是固定的 来请你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 对 你如果是画这种情况你在讲 你是死薪水啦 薪水固定的啦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很爱愿吗 薪水不止没有加薪 还有时候甚至还倒退 是薪水 固定的薪水都没进步 也没退步 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不止 不止没加薪还退步 那这个至少还好一点 对不对 你这样画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的薪水是固定的 你这样的薪是死薪水 就是这一段的薪水是这样 这一段的薪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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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是有越越好啦 这一段时间的薪水 就是到这里之后 他给你加薪了 所以这个情况是 从这里到这里加薪了 从这里到这里加薪了 可是在这一个线段 这一个线段跟这线段之间 他都是固定薪水 可是从这里到这里 你要告诉自己哦 加薪了 来把这个画下来 那我们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是 他每天每天都不断的在加薪 所以你画出来不会是直线 他是每天每天都不断的在加薪 来请你在旁边写上 每天都在加薪 每天都在加薪 你这种画法跟这种画法不一样哦 我们当然希望每天都加薪 这个叫做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就是每天都在加薪 可是他是 就是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这种情况 像我也是一样 今年是这样 明年是这样 后年是这样 不会 会到一个阶段之后呢 等一下 你如果跌下来就是公式 等一下 就是后来我会永远都是这样 因为如果这样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是代表你没有贪钱呢 你有贪钱啊你怎么在了解呢 那是没有责 没责 没责 可能有东西是你有责 那又可能你比如说 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要了解 所以你有赚钱可是你又了解 所以就变成 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 变下来就是你不止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这样 跟人家合伙这生意 不止没赚钱嘛 本来赚钱应该往上 对不对 不止没赚钱 没赚钱是这样对不对 一个得料 你还要跟着赔钱喔 你还要跟着赔钱 这个就很凄惨 好 来 现在来请你们画 你画 你刚刚这个图叫做Y等X平方 对不对 对 请你画 你赚的薪水是他的两倍的图 那不是画过吗 画 再画一次 再画一次 2还是3喔 对 你赚的钱是他的两倍大 你刚刚画的那个图是一倍的 对不对 一倍就是X平方而已嘛 对不对 请你现在画出 是他转的方式的两倍 4变成 所以4要变多少 4要变8 1要变多少 3 9要变多少 18 大家知道吗 1要变3 画在刚刚那个图上面就好了 画在刚刚那个图 比如说我就会画在 这一个图形上就好 我才不够 不够 不够你就是画 你就是画 你就是画 可以画就好 它是重画 你们可以直接画在刚刚那个图的上面就好 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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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人 这个人 心者因为他很认真 所以他 他是那个华语的两倍大 这样 对不对 不是华语 应该说精度 因为精度不认真 可是如果这个是精度的话 就代表他认真 差有可能这样 对不对 差有可能一直在上身状态 对不对 但是精度不认真 好 所以 你赚的钱就不是只有1而已 你会变成2 对不对 你赚的钱就不是只有4 你会变成8 我这个上去也没得话了 我就 就这样 然后 如果你没有出去特坦 你就没钱 对了 然后-1 -1本来赚1万 然后现在就变2万 这个是4 就变8 所以我画起来的图就会变这样 你就会发现他的图形比较斗 变化比较剧烈 因为他是2倍 赚的方式是他的2倍 好 好 我要确定你们每个人都画 2倍哦 你还没有画 -2倍 直接画在刚刚 同学你刚刚那个图还没有画出来呢 -2倍一先 -2倍一先 你要对格子 你要对格子 就是白色的那个对不对 Y等于就是平方嘛 但是我现在赚的钱 是他赚的钱的方式的2倍 我每天都是他2倍 每天都是他2倍 所以1就变2 2等于 2的话本来是上升到4 对不对 因为平方嘛变4万 他就变8 因为我贪的钱 -2倍一半 -不用 你上面就不用画 比如说本来他只有赚1万对不对 他是另外在画 他很认真 不用 你直接画在这里 本来1万对不对 现在是变2万 -这样不够 -有啊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 不要画 -不要紧 -像我一样 我第三个也没画 -漂亮啦 -你再崩塌 -你认真啊 所以我说你认真嘛 -你后悔了 -你后悔了 -好 -赶快画 -这个 那个我刚刚画在中间的2倍薪水的 -你自己的2倍薪水还没画 -这个是1倍的 -这是Y等X平方 -没有2 -这个是X平方而已 -这对不对 1平方等1 2平方等于4 那现在我赚的是你的两倍 所以你本来一万而已 两倍是不是就变二 所以变得点在这里 同样一天哦 你赚一万我赚两万 第二天你赚四万 我是赚八万 第二天哦 第二天你赚四万我赚八万 知道我来说什么 他左边也是一样 把它花起来 很好 怪怪的 因为你 等一下哦 借我一下 你第一个点就错了 你这个图是错的 你这个图才是X平方 二的时候是 所以你这个图才是X平方 你这个图是他一半而已 所以这个只是他赚的钱的一半 你外向我没什么样 如果真正你要花两倍 应该是会在里面 知道什么 本来他赚一万对不对 X平方一万而已嘛 他便赚两万到这里 会往内缩 会往内缩 后面是减的 后面是比他还少了 不是减 他一半而已嘛 他一半而已 好 OK 你的 你的点都看不到了 点要看清楚 点要让我看清楚 一开 来 等一下哦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希望 来 来 看好这里哦 看好这边 看好这里 你图形画到后来 眼睛 看你那边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同学这样画图 这样是什么意思 这样是什么意思 他还有越赚越多吗 没有 而且他还是有在赚钱 他到目前为啥是有在赚钱 可是到这里之后呢 他就想讲了 对 我赔了 所以你这样画 不好意思哦 你这样画 对 好 这个要小心哦 不是这样哦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123456789 我把它画搭一点 我把它画搭一点 1234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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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123 124 123 123 123 Wilco 12 14 14 15 18 19 开始画 可是我也是一样 一天后一天后赚一万 两天后赚四万 两天后赚四万 一天后赚一万 两天后赚四万 来同学 黄色的赚法跟他的赚法是一样的 眼睛看好这里 黄色的赚钱的方式跟他一样 可是他从这里开始 资金比较多 他从一刚开始就有钱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一个要怎么写 资金比较多 回答我 黄色的这个要怎么写 Y等于 1加上X平方 探钱的方式是同样 但是刚刚开始赚钱 一开始就有钱 对不对 可是有的人一开始就是负债 有的人是一开始负债 那是先给他借钱 然后再开始去赚钱的 请你画出这个图出来 来同学请你们画 Y等于-3 一开始就负债三万 借钱 借钱三万去做生意 来同学请你们画这个图 -3加X平方 另外开一个新的图画 所以他一开始是没有钱 就是其实蛮多人 现在政府都有在资助年轻人 就是只要你想创业 他就是借钱给你 所以你一开始就借钱了 一开始就借钱 所以一开始是负债 可是因为你很会做生意 所以你的赚钱方式非常快 很快的就可以补过来 很快就可以把它赚回来 所以一开始是负债喔 一开始是负债 一开始是负债 把这个图画出来 动作快 来不对 1的时候1对不对 等一下再一次喔 你没有对格子啦 你格子要对好 我老花眼都可以对得到 你眼睛也没怎样 你也没给我对准 1嘛 1的时候1平方 探在这 探在这一边 2的时候平方 平方是不是4 4个到这里 4个到这里 对不对 他贴錢贴到这里 你如果没有去负你就没有钱 所以你的图形画起来会这样 会用曲线画 不是直线的原因 直线就是说你固定薪水 你弯就是我一直加薪 每天都在加薪 另外这边画法一样 对称 把揭起来 我这边有点不严重 的不漂亮 你知道我说什么 这个叫做Y等X平方来探几红线 讲话讲一下 我们现在买 这个一开始是没资金 但是他也没有欠人家钱 那我现在要画的那个是一开始就欠人家钱 就是借钱去做生意 然后那图画出来 哈喽 你画好了吗 -3加X平方 非常好 你还没画 哈喽 -3加X平方 不对 你画在哪里 这一个这个图是什么 等一下我再讲 你这个图不对 你还没画 你这个点在哪里 标记出来 写写写 OK 画得非常好 标记出来 那个位置是在哪里 很好 那个位置要写一下了 从哪里开始画 对 从-3开始画 你还没画 你也还没画 还没画 皮在养 修理你哦 -我眼睛会痛 -你怎么眼睛会痛 -我才能画一张手的 你要够算啊 -他说他的图是错的 -哈哈哈哈 -你的图是对的 不是 你看他的 -他在参考你的 -他在参考你的 没有穿 没有穿 - 没有穿も没欠 -所以他就是要白手起家 对不对 看好这里 -喂 -我看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他一开始就先给人家借钱 因为要先借钱才有话就要借钱 因为他没钱 那他借钱 借三万 借三万 但是他赚钱的方式跟他一样 探钱也方式跟他一样 所以一天后他可以赚一万 两天后可以赚四万 赚钱的方式一模一样 赚钱的方式一模一样 所以画图的方式一模一样 所以你画起来的图会是这个样子 这三个图形 这三个图形赚钱的方式都一样 薪泽 这个是从这里开始画 来你赴三没有标识的 请你标识出来 赴三一定要标记出来 从一开始赔钱 不是赔钱啦 欠人家钱 好 来把它画上去 然后在旁边写上 这个叫做Y等于负三加X平方 好金赌的版本 金赌的版本是怎么画的呢 金赌的版本是很恐怖的版本 难怪金赌会画 难道你以后就是这样吗 很恐怖耶 来他一刚开始没钱 没钱 可他从开始做生意之后 从一开始做生意之后 一天赔一万 两天赔四万 对类似这种情况 所以他赔钱的方式 他赔钱的速度就跟星泽赚钱的速度是一样的 既是他在贪钱 他在了钱 所以呢 所以他的这个图 他的这个图 画法一模一样 画法一模一样 可是呢 我会把它写成什么呢 他不是写X平方哦 他没错 他还是X平方式 对 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是赔钱 你也要赔钱 来 请把他这个图 来 画他这个图 这个叫做金赌图 哈哈哈哈 我会赞助的 金赌图 你赞助是无地动哦 我赞助 你赞助是给他提罐嘛 他让他 赞助他有成的材 不要这样讲 来 请把这个图画上去 来 把金赌刚刚画的图画上去 那你要画正确的图 不要讲话 金赌不要画 来 金赌的图 每一个人都要画 那你要画正确的那一个 负3加X平方的那一个 那我上面叫标识金赌 标识金赌 因为是金赌画的 当然不希望他以后这样 这样很凄惨 好 以后如果这样 金赌 跟上 够公的 来那个 函数的名字写上去 Y等于负X平方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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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按摩小姐 来 画好 来要按照点 点清楚 要瞄点 不是随便画 要瞄点 行过来啦 赶快画啦 把黑板那个图你都要给我画 不然你等一下要来找我 好 那个图形是什么名字要写上去 你没有数格子啦 赶快画 赶快画 一的时候一 二的时候是四啊 对好了 好 你没有数格子吗 不是 你要给我数格子啦 一的时候一 你要真的数格子 像刚刚你这边画法一样 要数格子 一的时候 它是一的时候撂几班 二的时候撂四班 怎么在说什么 要数格子秒点 数格子秒点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 从这里开始 一天赚一万 第二天赚四万 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好 好来 再来 来看好这边 我问你一下 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 注意看 我们上次有讲过 看好这里 我从这里开始 一 看好这边 看好这边 你就看好画 词放着 一的时候 撂几班 二的时候撂四班 三的时候撂四班 你就是 他就开始在撂 好 它就不是X平方 他还会在减一 对不对 好 负一 负二 这个一 这个四 好 这个是 好 然后注意看 一二三 四 如果我 注意看好这里 五 如果我从这里开始画 看好这边 如果我不是从这里开始画 我是从四开始画 看好这里 从这里开始画 因为刚开始还是没有钱 也没有欠人家钱 可是我一天后 还是可以赚一万 两天后还是可以赚四万 对 时间问题而已 对 时间问题而已 请问一下 你先不要告诉我这个图是什么 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它从四开始画是什么意思 晚了四天开业 晚四天开业 可是它赚钱的模式跟那一模一样 这个叫做y等X平方 对不对 注意看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晚了四天 X代表时间 看好这里 X X代表四天 它晚了四天才开业 对不对 所以它前四天 它前四天都没有赚到钱 第五天开始赚钱 所以要加四还是减四 等一下 前四天都没算 所以它是怎么算的 前四天都没赚钱 对不对 第五天开始才开始赚的 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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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是刚开始嘛 刚开业而已 对不对 所以要减四的 对少四天的平方 来 现在请你画这个图 然后在上面写上 它慢四天才开业 慢四天开业 开张 它慢四天才开张 这一个 这一个 画 黑板的图整个都要画 对喔 赶快 赶快 你先画我现在交的那里 现在马上画 动手 我看着你画 来其他人动动画 完整的图喔 一个是 一个是从 一刚开始就开业 但是另外那个 慢它四天 以左边那个图为基准 右边那个红色的图是 慢它四天才开业 可是它赚钱方式跟那一模一样 慢四天才开张 所以它前四天 它都没有赚到钱 少了四天的钱 因为它比较慢开张 因为它比较慢开张 所以它前四天 所以为什么要扣掉四 因为前四天都没有赚到钱 那请你画出 比它快了四天开业的 比它快了四天开业的 把它画出来 把它画出来 如果比它快四天呢 如果比它快四天呢 我黑板上画的图 是慢四天 对不对 就往后画 所以这个人 会比中间那个图 还要早四天 就开始赚钱 所以它多赚了四天 对不对 如果比那个慢四天 它等于是 比它多赚了八天 对不对 来吧 黑板的图 精裟 精度你画好了吗 精逃 没画好的 我都要找过来 找过来辅导士站 那个函数名声后 写上去 Y等X0 Y等X减4的评方 另外那一个 快四天开的 快四天开的 它比中间那个人 还要快的四天开业 快的四天 快的四天 它提早开业 所以它多赚了四天 所以加4啊 多赚了4天 所以 负4的意思是对他来讲 我比你早了4天 所以他的画法一样 一天赚1万 两天赚4万 然后这个是跟他对称 对不对 对还要画一个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所以这一个 多赚了4天 所以一开始加4的平方 多赚了4天 然后请你在这边写上 早4天开业 早4天开张 早4天开店开张都可以 来把它写好 画好哦 要三个读都画好哦 然后最难的一个 最难的一个哦 注意看哦 如果我从这里 注意看哦 如果我的图形从这里开始画 这里是3 我的图形从这里开始画 来眼睛看好这里 图形从这里开始画一样哦 一天赚1万 两天赚4万 所以1234 两天赚4万 那往前就对称 往前对称 来你知道这个图要怎么写吗 慢了4天还有本钱 慢了4天而且他有本钱 他本钱是多少 所以这个要怎么写 3加 他的本钱 对不对他有本钱 而且呢他是慢4天才开业 知道大家讲什么吗 那请你来请你画这个 2-5加x-3的平方 你画这个图 我画的你不用画 你画这个就好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等一下等一下哦 这里加 一开始是怎样 借钱做生意 他早三天 他早三天 所以他多赚了三天 请把这个图画出来 这个图会从哪里开始画 负三负五 从负哪里 负三负五 从哪里开始 负三负五 负三负五 所以他早了三天开业 可是他一开始就欠人家钱 对不对 1 2 3 4 5 所以他是从这里开始画 对不对 一样的赚钱方式 一样的赚钱方式 来你画这个 我画的这个你不用画 你画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懂才知道要怎么画 跟上 我画不好 来画Y等于负五加X加三的平方 哈喽画 你还没画 更好 你没有更好哦 你把就会两 好 我画 你自己画也不太过了 不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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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更好 画Y等于负五加X加三的平方 不太过了 不太过了 你不要一直雷哦 你不要一直雷哦 他是怎样你是怎样 为什么会 蛤 有硬定的东西吗 他那是长 他那是长 你等一下下课你可以找一下那个 找一下阿姨 找一下阿姨就好 你还没画 哈喽 我还要画一样 没有呢 那那个呢 我让你画的是这个呢 这个呢 你是下的你没有画 哪有啦 我还要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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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黑板那个图画了吗 我画一样 我画一样 你画在哪里啊 我画一样 在这里很好 你画一样 你画不画哦 画得很好 诶 星泽反而画得很好哦 你们其他 诶 你还没画 怎么星泽画你还没画 你也还没画 这是什么情况 来 我要你们画的是什么呢 我要你们画这个啊 y等于 我不知道把它写清楚一点 我要你们画 y等于-5加上 x加3的平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它从一看开始就 借钱做生意 借钱 什么叫它加3 它早3天 早3天开业 所以呢 它的图形会从哪里画 我来这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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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很乱 所以它图形会怎么画呢 看好这里哦 它图形会怎么画 所以它图形会这样 早了3天 时间先定好 对不对 早了3天 以它为基准 早了1天2天3天 所以是-3 对 然后呢 但是它从一刚开始就要欠人家5万块 1 2 3 4 5 它借了5万块钱去做生意 然后从这里开始 1天赚1万 2天赚4万 1 2 3 4 然后左右这1天赚1万 2天赚4万 来你要画的是这个图 好稍微了 好 然后我问你们一个 来我写给你们 你们自己写哦 你不用画 你不用画 我写给你 你告诉我它要怎么讲 来1 2 3 然后 然后 1 2 3 4 好我从这里开始画 我从这里开始画哦 可是 来我先挑战你们这一个 来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我从这里开始画哦 所以这里是3 这里是-4 然后一样 一天赚1万 2天赚4万 1天赚1万 2天赚4万 4万里加了 请问一下这个图要怎么写 不用画 写就画 Y等于什么 -4 然后呢 -3 -4 AX-3 加上 赚钱 会开始赚 对不对 加什么 AX-3 AX-3 因为它慢三天 所以它少三天 少三天 赚钱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再来我问你们 注意看 1 2 3 1 2 好 这里 往下画 来写这个 这个怎么写 这里是-3 这里是-2 眼睛看好这里 不要讲话 金肚 红意 看好这边哦 2 2 来 这个图形 一样的画盘 一天赚1万 2天赚4万 所以这个叫什么 Y 从一刚开始 就有资金 对不对 一开始就有资金 可是它从一刚开始 就开始怎样 开始赔本 开始赔本 所以开始辽集 但是呢 早了三天 它提早了三天 所以要写什么 AX-3 加3的平方 了解意思吗 如果 如果它更凄惨 注意看好这里哦 如果它很凄惨 就是 等一下慢慢来哦 看好这里哦 看好这里 1 2 3 4 5 6 7 8 如果它从这里开始 如果它从这里开始 看好这边哦 看好怎么画哦 看好这边 我一天 不是赚1万 我赚2倍 我第二天 第二天应该是赚4万 可是我赚2倍 到8那边去了 看好这里哦 所以 一天 本来是赚1万 它是赚2倍大 本来是2 本来应该是4 可是它2倍大 请问一下 这一个我要怎么写 Y等于什么 看好这里 3 这个要怎么写 3 一开始就有资金 对不对 对 然后它是赚钱的 因为它是往上化 对啊 它是怎么赚 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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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瓜号 平方 这里面要怎么写 AK是 AK是怎样 减3 因为它少什么 少2天 对不对 少2天赚钱 可是它赚钱的方式很恐怖哦 它是2倍赚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它是2倍赚 好 这个叫做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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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数 减数 这个像减数 最后一个减数 我会希望你们以后赚的钱是二次函数 我会希望你们以后赚的钱是二次函数 但是不是往下的 是往上的 是往上的 好 我们希望你赚的钱是可以像二次曲线一样 越赚越多 对不对 或者至少要像新者刚刚画的图 本来 本来固定心血是这样 后来加薪 再加薪 也希望至少正常的是这种 希望你以后 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不断的再加薪状态 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固定的 一段时间是固定的 一段时间是固定的这样 但是会希望你 那个时间会越来越 越来越多 好 休息 这节课先上到这里 下课才去 下课才去 下课再去 下课再去 下课 下课 喂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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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好 好 下课 好 我叫你王国王 叫你王国王 王国王